不负众望 中国好声音终于停播了 可以说 好声音的事情 只是这几天除了小国外外 最让人气愤的事情了 毕竟真的太欺负人了 这个黑心节目到底圈了多少钱 中国好声音一连已经做了12G了 但从明面上 就已经不知圈了多少钱了 但说独家冠名费 第一年有家多宝花费6000万多的 从第二年开始 就不再是以万为单位了 在投标现场 整整进行了50轮的加价 最终有9000万的底价 被加多宝加价加到2个亿 后面连涨6年 到第6年的时候 冠名费已经高达5个亿了 这还单单的一个策划商的冠名费 随便一条60秒的单条策划 就卖到了将近3000万 短短两三年时间 就将灿兴文化做到的营收几十个亿 可见12年一个轮回期的时间 中国好声音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全够了钱 朋友们 那音和好声音正在封锁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可是这还不满足的野心家们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一个转身就能换来50万 一个冠军听说3000万的价码 真是不敢想象 在这个节目的背后 到底是被怎么样的一群人操控着 毕竟越能全钱 就越有底气越嚣张 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 那音的嗓门 为何能够一如既往的打 眼睛也是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 毕竟 中国好声音的创始人也信了 是那音的亲姐 所以他稳坐中国好声音的宝座七年 定不挪身 作为导师有错吗 到底是不是每一个导师 都如那音这般贪婪 当然不是 特别是这次中国好声音出世 大家都跑去说现任的导师 潘伟博 周华健 学之谦 刘献华 其实这是一种特别傻的行为 首先节目是提前录制好的 不是现场出镜 说他们不退出中国好声音 这件事是他们根本无法左右的事 再则 他们签了合约 开始录制 或许他们也是和李文一样是无辜 又此事一无所知的人 他们当时或许并不知这背后还有规则 不像陈奕迅 就是为了对这个传闻的黑幕一探究竟 才来的中国好声音 可是大家还没接触到黑幕之前 大家是签了合同的 签了合同后 才发现黑幕 作为导师也无能无力 因为自己不能违约 在这稍微有正义感一些的 就是像李文这样的 会站出来和节目组对抗 所以不明清白就去说导师不退出节目 是有点人急了乱咬人之嫌的 只能说 这些导师还太年轻 不懂得如果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的权利 说到这里 就不得提刘欢了 刘欢签约是录制三级 为何录完第一季就麻溜走人 2012年 纳英的姐姐耐心 开始筹备中国好声音时 毋庸置疑 纳英绝对是充当导师的角色 然而 除了纳英之外 被第一个选中的真正导师人选 就是刘欢 一开始刘欢是不愿意来参加 这种节目的 因为作为刘欢来说 对于音乐的感情 意志都十分纯粹的 可是纳英那三寸不烂之舍 当然是能够说服刘欢的 只不过 真正让刘欢留下的 当然不可能是纳英 而是游戏规则 导师是通过声音来选定学员的 这一点是符合刘欢 对音乐的那种纯粹的感情的 他是为了好的音乐 他才同意的 而刘欢真的很聪明 以及很清醒 甚至可以说 他就像长了后眼 能够预估到事情将来 可能会往什么不好的方向发展 于是 他和节目组特别额外签订了一个合同 里面明确地表示了 节目组不可能用任何方式来左右他的判断 言外之意 就是他选任何一个学员 都只能是凭借自己对音乐的本身的评估来选择 任何人都不能让他妥协 以及干涉他选择学员 这一点真的十分牛逼 这样就成功地避免了 像后来李文所面临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刘欢组的学员没有和耐心他们签阅 还能留到最后 像刘欢这样的人 或许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音乐人 因为他一直在捍卫音乐本身的价值 而不会受任何其他利益的驱使 让自己昧着良心做一些选择 他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强调 如果因为音乐以外的原因而昧着良知 我枉为音乐人 刘欢是这样说的 并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导师 可是说是他们打响了这个牌子 当时刘欢和中国好声音签订的是三季的合约 可是在第一季 刘欢就见识到了节目的黑暗 连学员说的话都是剧本 这让刘欢都十分不悦 其实学员也是被迫接受 就像许海星当时就是节目组给的台本 后来此事曝光 许海星被说了很多年 在李文的九分钟录音曝光后 许海星是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目 是完全脱离了刘欢的初衷的 因为刘欢接这个节目 最关心的是音乐 而这个节目组的人最不关心的就是音乐 他们把利益和钱财看到最大 所以毅然决然的 刘欢录完第一季就跟好声音再见了 其实当时很多人不解 好声音这么火 为什么要退出来 刘欢却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特别是刘欢在这个节目后 看到了选秀节目的黑暗 所以后来他几乎都不再参加这种节目了 当年的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又多火 等同于当年的《中国好声音》 从第一季开始 《我是歌手》的总导演洪涛 就亲自邀请了刘欢 可是被刘欢婉拒了 连续六年 总导演洪涛从未放弃过刘欢 几乎每一年都会亲自去邀请 甚至还有两次亲自到国外登门拜访 可是依旧是无功而返 直到第七年 刘欢被洪涛打动 答应了 可是他这次出山 明确表示不要任何酬劳 事实也是他从参加节目 到问鼎歌王 他分文未取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湖南卫视和他一起 共同设立一个基金会 用来培养原创音乐人 足以见得刘欢的身材坏和气魄 他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人 他知道真正的原创歌手 在当今这个被告新的音乐市场里 没有背景和钱财的加持 他们想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很难 真是因为刘欢看到了 这些选秀节目组的利益熏心 他才坚定要做这件事的决心 他自己可以在节目中分文不取 却不能不帮那些 没散的音乐人一把 在刘欢的心中 音乐永远都是最大的 就像他说的 音乐很大 我很小 自己鸡毛蒜皮的事 不值得惊动音乐 像刘欢这样的音乐人 才是值得被一直推崇和热爱的 在一片批评和议论声中 浙江卫视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8月25日 浙江卫视发布消息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应的 我们好声音节目的问题 正在调查之中 该节目暂停播出 此消息已经发布 不少网友认为 浙江卫视终于低头了 浙江卫视微博评论区也是一片点赞声 网友们纷纷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面对当前困境的明智之举 网红大V们自然也不会闲着 胡锡进第一时间就发文 呼吁宽容 希望好声音能够继续扮下去 司马南自然也不甘落后 司马南甚至比胡锡进 还节足先登了9分钟 浙江卫视11点发布消息 司马南12点1分就发出小哥 而胡锡进的小哥是12点10分发出的 与胡锡进的观点相比 司马南的小哥 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别 只是司马南比胡锡进说的更具体 司马南都说了些啥 司马南认为 好声音事情的核心在于转定费 他说 一切的一切取决于转定费 但是转定费到底有没有 司马南并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判断 他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一通空话 为什么当事人及个别有身份的人 往往回避这三个字 围绕着转定费的盈盈狗狗 仅仅是有人别有用心的恶意剪辑吗 自主张 如果有人确实恶意剪辑 应当仪式同仁 加以调查 严肃处理 如果剪辑的恶意程度不高 或者根本没有恶意 确实是转定费黄泥地无法容忍 那就傻也别说了 什么小招数 小伎俩 小手段都没用 该咋办咋办 虚明确 转定费如若数时 毫无疑问涉及触犯法律 且时间相当长 影响相当恶劣 如此明目张胆 数额估计算得上巨大吧 有最佳一等 这不是什么都没说吗 难道网友和公众 连这点都不明白 司马南作为曾经的打假斗士 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你好歹给出个自己的判断也好啊 接下来 司马南的话 就有些颇令人费解了 似乎有给浙江卫视制招之嫌 司马南先把好声音事情 有关的主体方人格化 他说 浙江广电是爷爷 浙江卫视是爸爸 主体责任人是孙子灿星 看到了吗 司马南说 主体责任人是灿星 然后 司马南进一步在有意无意中 把矛盾焦点集中到灿星公司身上 其逻辑虽然巧妙无比 但真实意图却若隐若现 司马南说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 爷爷爸爸同时参与了节目制作过程当中的狗狗赢转定费分赃 则矛盾的焦点 应集中于灿星公司 暂停播出好 好就好在有时间集中精力来查一查灿星公司转定费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说了半天 还是抬出了灿星公司 看来灿星公司这次是逃脱不了 看到司马南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是不是有些丢足宝车的意思了 是不是有些三国演义中曹操借良官人头稳均心的意思了 接下来司马南露出了杀妻 他说 如果调查的结果 人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定费 那则录音的确是恶意减期 应当实事求是的 为爷爷爸爸孙子恢复名誉 并恢复节目播出 没有查出转定费 就说明录音的确是恶意减期 这样的逻辑成立吗 被发布的李文录音 司马南自己认真听过吗 凤凰网娱乐拜访李文姐姐 做事录音真实性的事 司马南不知道吗 刀狼罗刹海事爆火后 司马南发布了一个视频 评价罗刹海事 他抬出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文学及人学的说法 巧妙地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评价刀狼的罗刹海事 需要以高尔基的说法为时尚 怕大家不理解 司马南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司马南当时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提升自己 完善自己 使人更加文明 脱离动物性的人学 刀狼的罗刹海事歌词 晦涩难懂 属于厕所文学 看看司马南这水平 不愧是超级大V啊 既然你司马南说 罗刹海事的歌词 有厕所文学的嫌疑 你司马南在自己的小歌中 不断引用歌词中的 赚定狗狗银黄泥地 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这样两面三刀 有意思吗 很多时候 大尾四针 大尖四中 网友和公众又不是傻子 就连小学生都知道 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 在众目睽睽之下 装又有什么意思呢 只能让大家更看不起罢了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作为网红大V立场观点 一定要鲜明 表面上站在公众和公正的立场 骨子里却有自己的一套狗狗银想法 用一些看似巧妙 实则不合逻辑的说法 表面看似无意 内心实则有意 去引导公众 甚至误导公众 这不就是大尾四针 大尖四中吗 真小人不可怕 伪君子才可怕 伪君子真的能藏得住吗 如学经典 大学成一篇中说 小人贤据伪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艳然 眼其不善 而助其善 人之事迹 如见其肺甘然 则何意 曾子月 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其言虎 傅润吾 德润身 心广体胖 古君子必成奇 乃英这次彻底翻车了 他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官方公布了 乃英目前的处境 最糟糕的情况 已经无法阻挡 就在今年七月 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 音乐家巨星和李文去世 随着李文的去世 有关好声音节目组的质疑 再次被提起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 李文在音乐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由于身体原因 他的心情一直不好 就在今年七月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文因抑郁症 在遇事自杀 随着李文的去世 娱乐圈不少明星 纷纷发文悼念李文的去世 李文生前在娱乐圈 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 都心疼不已 然而 李文去世后不久 其死亡真相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起初 李文生前寻求帮助的录音被曝光 不久之后 有消息称 李文与好声音剧组发生冲突 他对节目提出质疑 还表示自己在节目中表现如何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 他最终都会被删除 不少网友甚至开始怀疑 李文的死与节目组有很大关系 关系 舆论风口浪尖 歌手和海明维突然发生 事实上 作为一代人的记忆 海明维已经很久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当时他的歌曲《老人与海》 红遍街头 但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再也没有什么快智人口的作品了 他的口碑也大不如钱了 最终他沦为《小明星》第18行 但这次好声音的消息曝光后 海明维立即发文 揭露好声音最大的黑幕就是两姐妹 他们似乎利用节目作为赚钱的工具 对于节目中的选手来说 想要成为导师 只需要几十万就可以做到 这对于那些选手来说 确实是很难 好声音的初衷是为了鼓励 更多有音乐梦想的人 给他们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和舞台 然而 随着节目播出 其目的逐渐偏离 海明维还在选秀节目中首次亮相 他能理解这些参赛者的无奈 所以他决定为他们发声 此外 The Voice还被爆强迫学生签订合同 在好声音第三季中 一位名叫秦的选手成功进入了四强 然而 在参加冠军争夺前夕 节目组询问秦是否愿意签约 秦感觉自己已经进去了 证明自己能力还是不错的四强 并没有签合同 没想到比赛开始后 秦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现在很多网友都在吐槽秦 大家都认为他的遗憾退出 一定与他没有与好声音节目组签约 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 在此之前 由于风格不同 秦国与那英接触甚少 后来 当秦国进入四强时 那英的表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且 虽然海明维在文章中 没有点名提及那英姐妹 但很明显 拥有如此大权力的姐妹 只有那英和那新两个人 那英在节目中担任导师 参与了几期节目 而那新作为节目的制作人 一直与节目形影不离 因此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节目逐渐变味了 成为了资本家攫取金钱的工具 这与那英和那新两姐妹密不可分 随着舆论发酵 大家对那英越来越不满 不久前 上海的一个音乐节 还在宣传那英将作为嘉宾出席 可当他们到达音乐节时 大家却发现那英并没有出现 对于那英缺席 主办方表示 那英英并没有参加音乐节 不过 很快他就被打脸了 因为那英出国旅行 有网友看到了他和他的照片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 那英有罪吗 而且 从合影中可以看出 那英看上去有些憔悴 黑眼圈很大 带着佛珠 很多人猜测他做错了什么 对于主办方的解释 大家都怀疑那英是否真的病了 还是他只是害怕 所以找了个借口 诱惑着主办方看出情况不对 主动去圈那英 而除了这件事之外 围绕那英的黑料似乎还不少 起初 那英只是娱乐圈的一个小人物 苏瑞的演唱风格当时非常流行 为了博取人气 那英还模仿苏瑞的唱枪 直到后来 他得到了顾建芬的指导 那英才逐渐在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 那英的声音确实很独特 在娱乐圈唱歌这么多年 那英一直很受欢迎 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然而 与那英的实力不相称的是他的低情商 他的坏事太多了 以至于他的导师顾建芬甚至评价那英说他声音好 脑子不好 那么那英到底做了什么 只要从另一位歌手刀郎说起 当时乐坛有不少优秀的歌手 但刀郎只是靠着自己的销量 杀出了一条血路 虽然出身农民 但刀郎的歌曲旋律优美 歌词简单 很快他的歌曲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然而对于突然走红的刀郎 那英却显得很不服气 那英在接受采访时 公开表达了对刀郎的蔑视 后来刀郎评讲时 那英作为评委 不理会其他人的反对意见 坚持把刀郎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 让领奖台上本来应该有十人的领奖人 变成了九人 那英除了排挤刀郎本人外 还伙同其他歌手家族排挤他 当时杨坤正在娱乐圈崭露头角 他与那英的关系很好 看到那英的举动 杨坤也贬低了刀郎 说刀郎的出现 让中国音乐倒退了十几年 他还表示 刀郎的歌曲之所以有销量 完全是因为听他歌曲的都是农民 他的话力充满了对刀郎的蔑视 后来刀郎逐渐消失 消失在娱乐圈中 那英也被认为是导致刀郎 退出娱乐圈的最大因素 不久前 刀郎带着一首新歌 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 这次刀郎的歌词 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首歌取材于古典神话 歌词也充满讽刺意味 这首歌发布后 那英的评论区就跌了下去 然而 那英显然不愿意向刀郎认错 他依然傲慢 没有回应 他只是问大家如何关闭评论区 其实那英刚出道的时候 就因为和田振的争执 引来不少骂声 现在他更是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批评 在很多人心中 那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天后了 他的形象也大不如前了 尤其是最近好声音事件愈演愈烈 那英也崩溃了 如今那英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的一切辉煌都已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 从他对音乐的诠释来看 那英无疑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但在生活方面 他显然还很不成熟 现在一提到那英 他的名气也一落千丈 从成为歌坛大姐大 到被网友调侃那有鸟 那英这一次恐怕再也不会好起来了 我们好声音开始打翻身仗了 一夜之间 十四名学员站出来替节目组说话 否认节目组所谓的黑幕 也澄清根本没有见过 所谓的五十万一个转身 除此之外 学员们仿佛统一口径 指出节目组一直很公平公正 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也没有所谓的强制性合同 其实早在一周前 黄俊杰 黄晨晨 侯志斌等学员便表示 节目组还承包了他们的时速费 交通费等等 8月28日夜间 悠悠正在参加节目的学员站了出来 他们分别是周华健战队的王聪 评审彭海彤 音乐人Laser 选手陈卫轩等人 他们的发言和之前几位极为相似 于是便有网友开始质疑这些人在同一天 同一时间发一样内容的声明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是在为我们好声音喊员 本以为节目组会口碑逆转 谁曾想被说得更惨了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管由我们好声音的争议一直存在 最惹人关注的便是网传五十万就能买一个转身 以及导师太会演戏 就连陈佩斯都在采访中表示 这几个哥们演得真好 专业演员都不一定能演出这样的效果 如果说节目效果必须靠演 观众能够理解 但网传节目组的黑幕就让人气愤 还记得姚贝娜吗 其实参加我们好声音之前 姚贝娜已经登上过舞台 获得过全国清歌赛的冠军 甚至还做过选秀比赛的评委 一个能够点评他人的能者 却在我们好声音中被淘汰 就连总决赛的门都没进去 可这或许不是因为姚贝娜能力不行 而是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姚贝娜和萱萱一起进入 那英战队决赛 但就在姚贝娜上台前 那英忽然给姚贝娜换了一首歌曲 All by myself 这首歌不是姚贝娜的拿手作品 而且歌曲难度极大 更困难的是轮到姚贝娜演唱时 已经凌晨十分 这完全是毁人嗓子的节奏 姚贝娜虽然不理解导师的决定 但她只能握紧拳头 硬着头皮唱下去 果然现场效果不好 姚贝娜频频破音 对此 哈林也替姚贝娜讲过话 但被节目删减了 唱这个歌太为难她了 凌晨唱这么难的歌 太厉害了 决赛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姚贝娜被淘汰 累撒当场 纳英上前安慰她时 姚贝娜哭着跑下台 媒体抓到了 姚贝娜甩开纳英的手这张照片 虽然姚贝娜此后解释过 他们之间没有隔阂 但还是没人相信 一年后 姚贝娜忽然因病离世 粉丝们又跑去节目组的社交平台下 想要为姚贝娜讨个公道 也是这时 网友扒出姚贝娜当时在节目组 没能夺冠是因为 夺冠必须签约 姚贝娜不同意 讲到这里 大都是网友的猜测 并无真听实据 但导师李文亲自下场揭露黑幕 给了节目组重重一击 2023年8月 李文的学员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现场两位选手 一位得了73分 另一位得了83分 但得分高的选手却被直接淘汰 这让李文坐不住了 你们是瞎的吗 李文现场发表质疑节目组的决定 还停止了录制 可节目组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 还把这段视频剪掉 我们也只能在网友拍到的视频中 窥知一二 此后发生的事情更让人气愤 节目组简直是公报私仇 在一次李文和学员王泽鹏合唱之时 李文的腿急复发 于是他和学员商量互相搀扶 防止李文摔倒 可是在上台之前 节目组调整了站位 而王泽鹏的手机也被没收 导致他没能听到李文腿伤复发 需要搀扶的消息 于是演唱全程 王泽鹏都背对着李文 就连李文摔倒在舞台都没人上前搀扶 一曲唱罢 王泽鹏才转身看到李文坐在地上 这也间接导致了 李文腿急加重 需要动大手术 此事在当时并没有掀起风波 毕竟该删的都删了 网友看到的景象一片和谐 直到李文轻生离世后 控诉好声音黑幕的录音曝光 事情又被翻了出来 并且越巴越胆寒 他们是一群新人 我命都不要 站在台上被伤害 全内的大佬们 金星 珍妮等人下场支持李文 好声音的学员也站出来还原事情真相 揭露节目组的荒唐行为 拖欠工资 搞霸凌